自从得了精神病 整个人精神多了 我跟大家说实话 我们公司今年有两个小度状元 我和老王可房子就一套 到底想给谁老板为难了 我们老板司机孙大喇叭跟我说 我们老板好啊 说一定要讲给最需要的那一个 完了 我的条件比老王好 按这个逻辑肯定不能讲给我呀 我多聪明啊 立即跟我媳妇策划了一个假离婚 让我媳妇住原来那套房子 我就在这桶子楼租这么一小间 这就叫舍不住血本 我争不过老王 舍不住媳妇 我换不来房 感谢观看 喜欢就请关注我们吧